国家副主席王岐山24号在中南海会见巴基斯坦外长阿希夫 王岐山表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是中国党和国家发展的指导思想 我们将统筹推进五维一体总体布局 坚定四个自信保持冷静清醒 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时代潮流 巴基斯坦是中国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 中巴关系应走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前列 中方将继续将巴基斯坦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 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到新高度 阿希夫表示 巴方很高兴看到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 取得历史性成就 愿继续深化巴中各领域合作 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支持中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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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